刚结婚的时候他人还是很上进的 对我也很好 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变了 总是欺骗我 我们天天吵架 一气致下我就选择了离婚 但是在离婚之后呢 我们一直是处于一个离婚不离家的状态 后来我觉得他有所改变 我们就又复婚了 可是在复婚后 因为照顾孩子的问题 我们又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矛盾 我现在每天情绪都是很不好的 我实在不希望我们的孩子 在我们的争吵身中长大 可是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们这段婚姻该如何继续下去 掌声请出这对分分合合的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樊先生29岁 来自四川个体 女嘉宾李女士28岁 来自四川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这小片里说得很清楚 离婚 复婚 这分分合合有多少年 六年多 第一次离婚是这样 我觉得大小事 她都不和我商量 属于一种欺骗的状态 那个时候没孩子 你反正就离婚来吓唬她 谁知道她接招了 为了什么事离得婚呢 那最开始是有一次 她说她去重庆办事 答应我晚上会回来 晚上不但没回来 因为早上我出门 买大钥匙 我是等到这个凌晨三点钟 都没有回来 那因为和朋友一起去的嘛 那我呢就是有日找到 这个朋友的老婆 最后呢一确定原来在本地 那一次是我去了重庆的 我朋友是去修车嘛 他车是在重庆买的 当时叫我和他一起去 回来的是差不多凌晨到一点了 朋友他就留我 他说今天辛苦了 我们去喝一点酒 我也去了 我喝酒再回家的话 可能她的脾气饶不了我 然后不回去了 本来我也不知道她说 但是你答应我要回来呀 你又没回来 那我等到凌晨三点 你至少给我打个电话吧 她说我手机也没电呀 或者你把钥匙和素回来呀 那我就进不了家门 那你说我生不生气 第二次也是 她说她回老家 到了晚上我打她电话 电话也接不通 短信也不回 我就给婆婆打了个电话 哎 没回去 还是第二天才联系我 告诉我啥 活江大桥涨水了 抓鱼的人多 她说她也去了 抓了一宿的鱼啊 说实话 那一次是没有去抓鱼 但是我不敢给她说实话 因为那天说话 是我一个同学 她是在新疆上班 然后回来晚上喝酒 如果当初我给她说的话 她肯定不会让我去 我也只好是要 善意的谎言骗她一天了 你别善意的谎言 就说你害怕她 对 明明都知道你已经说谎了 对吧 你告诉我实实在在 她跟我讲到抓鱼去了 那我还是选择相信她 我当时敢跟你说 到后面我才知道 原来抓鱼也是假的 也是谎言 然后就是反复这样 这样的事情 就离婚了 对 一生气 我就想你吓唬吓唬她 结果就真离了 每一次出去 你说去玩不敢给她说 所以我也只好就说 有朋友约我的话 我也只好说我去上班了 所以你的职业 是个自由职业什么 现在流行说 我职业特别多 她啥都做 搭车车也登 上台演点小魔术也演 晚上摆点地摊也摆 离婚之后 小片里就说到了 说离婚也不离家 为什么不离家呢 因为我俩走过来不容易 那父母极力反对 反对到哪种程度 第一次我带她回家 我妈妈我打电话 你赶快不要带她回家了 反对我俩在一起 后来我也是通过 劝说我自己的父母 通过和她的接触 发现她确实很孝顺 也是不怕苦不怕累 回家就是龙活 乌龙啥也帮着 父母亲做 觉得还可以 我说拿刀架在我俩脖子上 都没分手 都坚持觉得自己 一定会幸福和她在一起 那现在你看都还新婚了 爸意思把婚离了 那一是父母接受不了 当时也是彼此心中还有彼此 你想给我一个机会 也给她一个机会吧 然后就这样 这个不分家是谁提出来的 不离家 是两人商量好的 那还离婚 致气是吧 致气嘛 当时的话她脾气本来就不好 两年之内不下十次 说离婚这个事情 当时可能我也生气了 你说离就离吧 那这个这段时间 应该还不错是吧 她呢也确实 反正觉得也没必要骗我了 两个人反正都离婚了 结果反而更坦诚 然后回家的时间也多了 但和平 已经和平相处了 其实在这段时间的话 也就回到一个 当时谈恋爱的状态 就挺幸福挺甜蜜 然后就复婚了是吗 对 这个期间有多久啊 一年多 复婚之后就有了孩子是吗 有了孩子 又有了新的矛盾 我觉得 第一对我和孩子关心不够 我家还是属于比较难待 晚岁 早起 爱哭了 我都快抑郁了 我都 真的是 现在孩子多大 现在孩子两岁半了 他不帮你是吧 那陪孩子的时间 自然也会很少是吗 我在这里 我不得不跟你说啊 主持人 那不是有一次我朋友到我家来 我妈妈小孩起得早 六点就起了 我也起了 朋友问 哎呀 他说你们家的孩子不是不好带吗 昨晚怎么样啊 草没草 烙没烙啊 哎呀 他儿子在他耳朵边上哭闹啊 他都没感觉 睡得像死猪一样 你不叫我我肯定不知道 我本来客气就多 我们听了很多妻子的委屈啊 你心里有委屈吗 有 你说说吧 你就觉得自己太不值得了 你每天在外边工作 特别累特别忙的时候 然后回到家里面 他还会指使你做这样做那样 做不好还会被骂 他说我不带孩子 说实话我真的是 我不敢带孩子了的 就叫我去撑个奶粉 奶粉的话我要 先把开水做好 然后开水还要冷一下 就那一个时候 他又给你骂 他说你冲奶粉这么慢 那小孩一直哭呢 我不骂你 你搞快一点 不只是骂我你 连小孩你也骂 那我骂你我都没走了 我被转移了 这个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 就稍微打打点 所以我为什么让丈夫 受到的委屈呢 是妻子总觉得 你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 达不到标准 是这意思吧 对 脾气也很大 是吧 他脾气大 不只是孩子 他就是平时你做什么事 如果是不顺他的眼的话 反正你就骂你 别人家的这个老公 他做也上班 也做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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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